把环保带入校园 在澳洲的慈禧志工 在雪梨的中文学校里 是推广了环保理念 其中环保之品走秀 是让师生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环保之品走秀 在起司中文学校掀起轰动 小朋友看得专注 宝特瓶做衣服 环保理念立刻扎根 看过各种纪录片 还有你们的表演之后 觉得受益匪浅 学到了很多环保的知识 中文学校校长林彬 第一次邀请慈禧来爱撒带动 整个过程他最忙 无疑压力也大 第一次 还要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不过很高兴 其实能够这么多人来表演 别以为环保走秀 是最受欢迎的 这个才是 我们都可以回收里面的困 然后拿来去全世界各地去救人 没有关系放多少五个善 十个善 都是爱心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行一点善的话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 让我们大家都积极地行动起来 慈禧竹筒成了最受欢迎的礼物 相信小朋友会天天头 为保竹筒的爱心 带新闻之下美聚工 叶莉莉 吕文松澳洲报道